男女说话的时候 外面说话的人不得进入门槛 里面说话的人不能出门槛 男女之间没有中间每人介绍 与此不能认识 不知信仪 除非拿浅之外 男女之间不能直接交往 不能有亲近的行为 所以说男女之间行为清白 如日月当天无愧于圣人君子 行斋箭 祷告你为神 备酒时 以招待 相须了有 以此来强化人们 难以知别的一事 如是则世间难以 言行举止 都会处处谨慎有别 不失小节 做到 非离物事 非离物听 非离物言 非离物动 哪里有男女之间自由结婚的道理 孔子于 放正身 正身于 放是放下 不然的意思 正身是颜色之身 所以不然世间任何颜色之 身 语 词 叫做放正身 孔夫子非常厌恶 难以无别的思想和行为 孟子于 大丈夫生到世间 唯悦女子有监视 女子生到世间 唯悦男子有各家 孟经 父母之义 媒妁之言 而自由则佩 则会遭到 我人的亲见 亲见他 他 妄亲情 负恩义 少连迟 又与人之所以不同 禽兽 禽兽都是自由恋爱 人是万物之理 所以 圣得为世间人制定 礼 义 以区别与禽兽之类 无奈现在人已经不接受所谓的 礼 义 了 婚礼 于 父亲为儿子举办婚礼 祭司祖先 儿子奉父之力而迎娶 作一礼拜高堂 再拜恋恋 以去世的准备 儿子结婚 都是亲自奉父母之力而行事 男女 有爷 然后夫妇 有义 交客生于 妇女 其一身所依从的人 首先是 右从父 修 由此可知 世间男女 都必须遵父兄之命 男友 自由结婚等 内则于七年男女不同媳 不构时 是指不同家庭的男孩女孩七岁之后不得同床休眠 男女 男女 不得同桌吃饭 右鱼 礼 其始于谨慎小心 于户内家外 不得有半点懈怠 居住的规矩是 男子居外 男子居内 生公户门 婚赐 官民 官人 四人的合称 婚赐 婚赐 管理内居的门禁 四人 掌管内私嫉女工的戒治 守之 幼云 男不言内 女不言外 男子入内 不孝不止 女子出门 必拥必勤勉 道路男子有左 妇人有有 男子不负责家户 女子不负责生计 男子到家 不只手画脚 女子出门 必须回荆遮岗连面 走在路上 男子靠左 女子靠右 男女之别 始于家庭 而男女道路 内外几言如此 安得有自由结婚 更何况 娶媳妇主调是为了性孝道 两父母 不单单是为了男女情爱 诗长并语 妻子好合 如骨色情 这个子是指妻子的丈夫 婆婆的儿子 换句话说 夫妇好合 如骨情色 孔子于父母非顺以乎 意思是 父母的心愿能不顺从吗 内则于儿子过分顺从媳妇的意思 则父母就会不高兴而搬出去住 儿子不顺从媳妇 父母就说 这才是真孝顺我的好儿子 儿子行 夫妇之礼 一生不会衰败 先者有言 子知孝 父母律父以为孝 儿子要静孝道 父母教道 并带着其父一起行孝道 在古代 儿媳之所以能静孝道 是因为 皆由父母主婚 父母说了算 所以儿子才会主动博取公婆的欢心 于是乌 孝道可行也 一个人 不顺从父母 就不配做人的儿子 家庭婚姻 理议的大本 为人子女 若具有孝心 自然当以父母知心为自己知心 若不能做到完全以从父母的意见 至少也要做到以父母的主见 为自己的主要见性 如果自己的婚姻 不由父母 不问 本地 德性 而说要参有恋爱 则与嫖克娼妓合一 我没见过有 嫖克娼妓 而能笑两其父母公婆的人 当今的自由恋爱 写说 第一 推翻了婚礼 被离了天长之轮 遗弃了父母之力 不孝 幼奸 父姓 父义 其千言幻语 种种理由 不过是 自由恋爱 一句话而已 试问 羽毛 灵界 知足 为什么没有一个不是个 自由恋爱的 他们怎么知道 理议 又怎么知道 孝心 进场 由此可见 人跟动物绝对是有区别的 夫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